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的生命 才能唱出全勇的歌 生命有爱 才不会留白 同唱一首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早上好 欢迎收听环球传播每周一播出的同唱一首歌节目 我是湘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诗歌是来自赞美之泉的 注目看耶稣 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会有令人愉快的事 有让人伤心难过的事 也有让你非常感动的事 圣经这样说道 烦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可见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注目看耶稣 将你的重担交给他 就能获得平安与喜乐 今天我们来听一位姐妹经历的一起车祸事件 在这起车祸中 这位姐妹正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帮助受伤者 重建了信心 那是一个三月天 午后的太阳照在通畅的道路上 手握方向盘的吴兆轩怡然自得 眼看要到红绿灯的交叉路口 他放慢了速度 抬头看是绿灯 就顺势向左路口行驶 不料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忽然迎面冲了过来 吴兆轩来不及思考 只听砰的一声响 车子因冲撞而震动起来 吴兆轩惊恐地看到 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 像一个布娃娃一样 被抛到高空 然后头朝下摔在路口 他骑的摩托车摔在一边 零件碎了一地 吴兆轩意识到 自己闯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他克制情绪 勉强镇定下来 把车停到路旁 走进车祸现场 鼓足勇气去面对 自己造成的悲惨现实 那位女士躺在地上 已经昏迷 仿佛没有了生命气息 这时周围围了不少人 有人告诉吴兆轩 他还有心跳 并说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另外有人把自己的外套 盖在他的身上 吴兆轩的内心又恐惧 又被路人的行为所感动 多么仁慈的人 而我却像是一个杀人犯 羞愧 内疚 让他无底自容 吴兆轩默默为这位陌生的女子祷告 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他回到车上 给先生打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他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 放声嚎啕大哭 委屈害怕的眼泪流个不停 先生没有责怪他 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声 我们交托给上帝 我马上过去 终于救护车来了 医护人员检查了受伤女士的身体 有一位男士走到吴兆轩面前 他说自己目睹了整个车祸的发生 是那位女士骑着摩托车 以飞快的速度冲入路口 试图抢吴兆轩的车位 可惜他没有成功造成了车祸 吴兆轩很感激这位陌生人的正义感 这稍稍减轻了他心理的重担 对方的证词会帮助他 澄清在这场车祸中的法律责任 回家后 吴兆轩坐在空洞的客厅里 全身发冷 百感焦急 他觉得自己犯了大罪 全世界都在指责自己 孤独和无助充满了他的内心 就连快要放学的女儿 吴兆轩也很怕看见他 不愿让女儿知道 他有一个犯罪的母亲 更是吴兆轩感到焦虑和极度不安的 是因为不知道那位女士怎么样了 他会醒过来吗 他会因脑部受重伤而失智或瘫痪吗 万一他因此失去生命 我能够赔偿他家人所要求的吗 我的家会不会因为这场车祸而破产 这些问题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吴兆轩的心越来越乱 在这种嫉妒的煎熬中 丈夫走过来打开了收音机 吴兆轩听到收音机里 播出一位牧师的讲道 讲的是圣经中 马太福音的经文 凡劳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上帝温和怜悯的话语 深深地安慰了吴兆轩 听了这段话 吴兆轩明白 上帝不会抛弃自己 他喃喃自语 他仍然爱我 于是吴兆轩谦卑地跪下祷告 留下忏悔的眼泪 他想 这场车祸 也许不完全是那位女士的过错 如果我灵敏一点 或许可以在她撞到我之前躲避 也许是因为 我当时开车不太专心 没有早一点觉察到她的存在 求神赦免我的罪 同时 他也迫切地为那位女士祷告 祈求上帝 一定要让她活过来 哪怕今后的日子里照顾她 也甘心愿意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吴兆轩积极打听那位女士的状况 终于 获知她在家户病房 昏迷了两天后 醒过来 这给吴兆轩带来了 无比的安慰和喜乐 由于车祸案件还在审理中 医院拒绝了吴兆轩的见面要求 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询问 最后 医院护士终于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这位女士在看书 这表明她的脑部受伤 应该不严重 吴兆轩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放下了 请不吴兆轩积极打听那位女士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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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rid 管车祸发生后不久 吴兆轩积极打听那位女士的状况 至于她的状况 Johnny E Jackson的书 送到医院给他 Johnny在1967年17岁时 因严重的跳水意外 折断了颈椎 造成终身颈部以下瘫痪 然而在亲友和专业人士的辅助下 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 Johnny开始做容神义人的事 他建立了一个帮助残障人士 尤其是瘫痪者的机构 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大陆赠送轮椅 见证神的爱与大能 直至今日 Johnny的故事给了吴兆轩 很大的启示和激励 所以他希望这本书 同样能帮助车祸中的那位女士 半年后 汽车保险公司 已经处理好一切赔偿事物 并且告知吴兆轩 不需付任何补偿 车祸事件发展到此 有这样的结果 已经令吴兆轩感恩不尽 但是神的恩典 往往是出人意外的丰富 一年多后 吴兆轩收到一个电话 对方就是被车撞伤的女士 她说 现在我也是基督徒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祷告 我打电话来是想告诉你 我的腿在车祸中摔断了 但是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你不用再担心 谢谢你 也谢谢你给我的书 感谢神 我很好 我已经决定去上大学 前途充满了希望 放下电话 吴兆轩泪流满面 是感动 感激 感恩的泪水 也是称颂和赞美的泪水 吴兆轩感激着陌生女士 对自己的体恤 更称颂赞美神的奇妙 慈爱和信实 终于她的心卸下了重担 得享安息 听众朋友 葛培里牧师说过这么一句话 圣经是神的话语 神希望通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要在这些年 你已经读过的神的话语中 得享安息 让神的话 在你的心思意念中扎根 是啊 只有注目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才能得享安息 正如今天的故事 看似是一件坏事 却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在这起车祸中 吴兆轩和受伤的这位女士 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这个结局 是多么的美好 神的爱 使他们两个人 都获得了平安与喜乐 也让我们看到 人生的道路上 只要心存盼望 等候神 就能经历神的奇妙恩典 最后 亲爱的朋友 再次邀请你 聆听这首诗歌 愿上帝的大爱 围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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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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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